OK,来,时间快到了 你今天睡了,躺了30分钟了 剩下19秒,18秒 我们准备起来,帮你再重新检查一次 看你躺了30分钟,改变了多少 OK,来,7秒,6,5,4,3,2,1 时间到,来,我们就起来了 来,之前的先拆袋子,来,脚弓起来 来,我们侧,右侧起来 你左脚,长脚,要从短脚侧 右边就是你的短脚侧起来 好,来,我们起来了 来 侧衫,侧衫,下来 来,先站起来 来 刚才这边,你看,这边完全都平了 有没有,整个完全都平了 远这边也平了 左右也是一样的 这边凸出来也回去了 是,这躺着,被动式呢,还有他的 还是有他的疗效 那被动式呢,就是说 他肌肉呢,强迫他说不去 那肌肉的惯性 他等会,还会回来 那这个就是被动式的确定 目前是看不到效果 但是你一阵子以后 肌肉呢,他的惯性又回到你 原来是突破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主动式的 去运动训练我们肌肉 让他的玄位呢,护位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主动式的比被动式的好 优点 就是说,肌肉训练 而不是像被动式的强迫他回去 那老师我想请问一件事情 这已经七天了 那你觉得这七天都用这个被动式的 再加上我的主动式 那他现在,有回到七天以前呢? 当然比七天以前,当然差很多了 比七天以前,这边整个都鼓出来 这鼓起来的 那个肩胶是向后翻的 那现在都他已经平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被动式的就是 我来天给你讲的肩绑 绑肩绑的八字 绑八字法 那现在我们来绑个视频给你看 好,我们就能挡带子的肩带 这个带子呢,你前面放长一点 由你的右下翼拉上来,到你的寸上面 当然这要放平了 再呢,从这里再上来一次 再这里打个极 拉极 这个呢,就是把你的肩胛骨 这墙跟那个你现在躺的目的是一样的 只是你躺是有时间限制 但这个绑了之后,就没有时间限制 那可以,可以 早上下床之后呢,就一直的绑这样子 他就,也是被动式呢? 但是呢,他是长孝型的 因为躺这个是短孝型 因为你用你身体重要的压子 这个是用道具 你就是束带把你的肩胶 肩胶啊,这个外翻的肩胶 强拉下去 你现在试试看,你脱背头不看? 你脱不下去 所以这个呢,让很多肩胶骨厚凸的 这样脱背的人,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这八字节 这就可以自己做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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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我再教你一次,来 自己可以把肩胶 可以,可以自己可以把肩胶 可以,可以自己可以把肩胶 这样子哦,一样的 你先放在 就前面,差不多过膝盖的地方 你知道后面再过膝盖 那前面就让它留着 对对对对,这样子哦 你右手,右手拿着 右手拿着,到后面来交给左手 交给左手 对,交给左手 左手拉到前面来 再交给右手 前面要交给右手 右手再交给右手 对,再从这边来 穿过去 穿进来,把拉上来 拉上来 但是有人是手 直接可以这样拉上来 拉上来,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就是说,不要拉太紧 不要拉太紧 不是不是,拉着 拉着没有把它拉得那么实实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一个袋子 不要卷曲 平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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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样子你才不会不舒服 好,交给右手 对不对?交给右手 交给右手 左手再来,后面这一条再来 拉到前面 这个是原来垂在后面 对,垂在后面 对,垂在后面 你拉前面来 这边打个结 这里要打个结 对,打个结之后呢 这没有打结啊 只是穿过去而已 穿过去而已 这个就是要打结 来,拿着 右手来后面 上下这样拉 这样才会拉结 拉结吗? 对,拉结 不要再要这样子 把它后面要拉结 后面要拉结 再拉到前面来 再打个结 现在打结 对,现在打结 打个活结 不要打死结 死结你等一下很难猜 这样吗? 这样就死结了 对了,不能打死结啊 一定要打活结 不然怎么猜 很多人会打死结 打死结你就很难猜 对了 对 打活结 对 对 就打一个蝴蝶结就好 那打蝴蝶结 对 来 这个不够平 不够平 用后面平平 可是这边有点抛手 就是说 这个就是这个袋子紧 它里面的杏 我们要用的时候 就把它柔软 柔软 柔软就不会了 像这样 是这样吗? 老师我把它压下去了 压下去了 压成直的 没关系 像这个有杏 为了要用绑脚的时候 没有性的话 就掐到肉也不熟 所以可以把这个柔软 这里面是一个不性 把肉软一点 就比较不会割实 我想把它弄直的 可以可以 这样子呢 你看 再绑起来 每天早上才绑 一几天都可以 要出门也这样过去哦? 当然可以 要问的不可以 我很多的患者 都绑这样子 上捷运啊什么 他都绑着 真的 我没看过人家 那个不是有阮先生 夫妻的 阮先生啊 他们都绑着 早上起来就绑着 把他 准备要洗澡才拿下来 他本来駝背很厉害 最近他都整个都 看他来讲 哦他駝背了好多 很多朋友到家里来都 哎 阮先生啊 你駝背怎么好了 这个就是 利用我们的束带 把你的尖胛骨 用束带 把他怎么 压着 就把他 不要让他厚 厚凸 这是被动式的 这个吊带子是很好用的 可以绑脚 可以做屈身是用的 甚至你做八字带都可以 啊 你说说 这个就是八字带 屈身运动的时候也是要绑的 就是像这样绑 不是 另外的方法 绑脚 绑脚 绑那个屈身的时候都不一样 所以这条叫多功能束带 好用 好 那这样要绑多久 早上起来 从早上到晚上 对对对 尤其做很多人做家事 做家事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会脱背 我打电脑 对的 那种这样你看 你脱不下去 好 而且我们要打电脑的时候 不是脱下去 而是整你的前驱 向前 对 整个向前 这样就不会造成什么 脱颈部的那个 所谓大椎厚凸的问题 还不严重 没有什么 有人大椎整个厚凸 很厉害 大椎会影响你 脱的氧量 希望哪年 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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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遇到减少 这老娘多多好 多精神 好 谢谢 好 好 帮我们照一照一下